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3月2日 現在烏克蘭的形勢非常嚴峻 俄軍自從第一階段戰敗之後 沒辦法在48小時攻陷了幾乎 後來用和談來換取時間 現在大軍壓境 大軍壓境的程度是如何呢? 你看到這幅地圖 紅色的地方是俄軍已經控制了的地方 俄軍已經控制了整個烏克蘭東部和北部的邊境 甚至乎長驅直進去到基庫的外圍 接下來幾天很有可能攻陷了基庫 攻陷了基庫會有三個結果 第一個結果可能是澤連斯基戰死 或者被俘虜 無論是戰死還是被俘虜 必然會引起國際對俄羅斯更大的制裁 或者澤連斯基可能順利逃出基庫 在其他城市繼續領導抗爭 如果繼續領導抗爭的話 整個俄烏戰爭將會陷入泥沼 一個長時間的戰爭 導致俄國國內的經濟 將會陷入萬劫不復之地 所以無論哪個結果 俄國人民 將會承受非常嚴重的後果 而之前我講過了 普京沒有戰敗的空間 因為歷來 普京必須要明白一個道理 過去百多年 俄國對外每次戰爭失敗 必然會爆發國內的革命運動 上次我已經解釋了 1917年就是2月革命的爆發 推翻尼古拉二世 主要原因是因為俄國在對德軍的戰爭中連連失利 第二就是今次說1905年的戰爭 1904年大家也知道 爆發了日俄戰爭 日俄戰爭 日本用了短短數十年的時間 由明治維新開始 到了1895年擊敗了中國 成為了亞洲的霸主 脫亞入歐 但是沒有人猜到在1904年 只是短短的幾年 為了要爭奪中國東北的利益 結果跟俄國開始了一場所謂日俄戰爭 最荒謬的一場戰爭在中國領土上打 俄軍 就算怎麼差也叫做歐洲的強國 但是結果不堪一擊 被日軍擊潰了 然後國內人民看到國家的軍隊戰敗 非常憤怒 而將憤怒轉移對向了尼古拉二世和俄國的杜馬 所以在1904年年底 12月 聖彼得堡從來都是反莫斯科的一個中心點 在今次普京對烏克蘭發動侵略 在聖彼得堡也此起彼洛有反戰示威 普京一如以往俄國的傳統 拘捕了這些反戰人士 拘捕了一些自由主義的人士 1904年的時期也是一樣 1904年聖彼得堡爆發了大罷工 抗議運動 結果在1905年1月22日 俄國派出大量軍隊去鎮壓聖彼得堡的反抗運動 史稱血腥星期日 這個血腥星期日並沒有嚇怕了俄國的人民 反而激發了更多反抗沙皇的人士 尤其是在波蘭 波蘭長期受到帝俄的侵略和控制 結果就是因為這件事件上 而波蘭爆發了革命運動 希望爭取獨立 這個事件在俄國大規模的鎮壓的情況下 後來沙皇尼古拉爾勢也不得不提出一些改革 最後達成共識 達成讓步 但是1905年的革命運動幾乎斷送了羅曼諾夫王朝 幾乎令整個俄國土崩瓦解 直到1917年爆發第二次的二月革命 以及後來的十月革命 這個王朝才正式受終淨寢 但是從這件事看到 俄國人從來有反抗的傳統 只要國家在對外戰敗 俄國的人民就蠢蠢欲動 因為你長期用高壓的統治 必然有很多人敢怒不敢言 直到國家的威權盡喪的話 敢怒不敢言的人民 就會勇敢走出來反抗專制的獨裁者 過去百多年歷史一一見證 第一 威權統治者靠的就是恐嚇 恐嚇人民 令人民害怕 第二就是用謊言 用謊言其實我很努力不斷和大家做破障 但是這個世界真的智障破不盡 我在今早早已經將我平時在Patreon的文字摘要截錄了一部分 希望廣傳給大家破障 因為我昨天又看到華春瑩繼續造謠 華春瑩繼續說說北約曾經答應過俄國不向東擴張 結果五次擴張 我之前利用大量的論文、文件 公開的資料 他證明了北約從來沒有答應過不向東擴張 曾經說過不向東擴張 而換取蘇聯哥爾巴喬夫要退出東德 但結果他沒有退出東德 所以雙方是沒有答應到沒有共識的情況下 一個邀約 所以北約曾經提出不向東擴張 換取蘇聯退出東德 但是大家知道東德瓦解是人民推倒柏林圍牆而造成的 而不是戈爾巴喬夫退出的 所以根本是從沒有共識 更加沒有簽過任何協約 所以我用了北京大學的文章 跟大家做了一個摘要 平時收費的資料 因為我覺得這個必須要跟大家破障 我已經放了上YouTube社群中 大家有興趣可以轉載 但仍然有些人無論如何說的都不明白 他就說 你做文宣幫布殊反口 一個領導人開口值千金 大家還沒談成 為什麼他開口值千金? 這些人不知所謂 天下人共激之 對於這些不斷造謠的逆賊 今天繼續要跟大家解釋 在俄國面對著無論他是戰敗還是戰勝 他必然面對著沉重的經濟後果 普京要做東條英機 要做東條英機要發動侵略 要所謂的和德國納粹主義時期 或者和日本大東亞共榮圈所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樣的 為什麼一模一樣呢? 有些人說 你只要北約不擴張 烏克蘭不在俄羅斯門口放炸彈 別人不會打你 這些說法完全是荒謬的 為什麼是荒謬呢? 其實現在俄羅斯所做的事情和當年德國 普魯士時期或者納粹主義時期所做的事情 是一模一樣的 大家看看這幅地圖 在德國 蘇台德 這裡第一個地方 紅點這裡就是柏林 第二個地方就是所謂的蘇台德 在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 蘇台德就是今天的捷克北部 住的人大部分是講德語的德意志民族 他們的意識形態比較接近認同 是德國 尤其是納粹德國 是多於捷克的 但是領土國家完整 應該是讓國內的人自己去決定 最好用民主程序去討論 但是不是用民主程序 由一個外國派兵去侵略 佔領 這件事情當然不能接受 尤其是中國經常強調 要尊重國土的完整 但是 你在一個納粹主的德國派兵佔領 當時英國為首的張白倫政府 實行綏正政策 就是將這件事情置諸不利 但是其實這件事情是不是跟今天 從2014年開始 普京佔領克里米亞所做的事情一模一樣 由當年佔領蘇台德 到今天佔領克里米亞一模一樣 克里米亞本來是反蘇的 反俄的 因為住的人很多都是塔坦人 但是在史太林的時期 將住在克里米亞的塔坦人大規模流放到西伯利亞 結果是換上了很多親俄分子住 所以後來的以色形態一直是親俄 在2014年 烏克蘭沒有加入北約 沒有申請加入北約的情況下 就是以所謂血濃於水 所以祖國人民永不分離的原理 就用這些藉口打入克里米亞 在克里米亞拆動所謂的統獨公投 最後拼入俄羅斯 所以今次 你可以看到 烏克蘭的總統 澤連斯基為了加入北約 是無可奈何的 因為不加入北約 就會不斷被人侵吞領土 加入北約現在一次過覆滅 分別到底是逐塊逐塊獄給這些所謂的法西斯政權 軍國主義政權吞併 還是一下子要爆發一場大的戰爭 分別其實不大 而類似的情況 在1864年 德國當時叫做普魯時政府 普魯時政府一樣對丹麥做過這件事 丹麥南部其實也是住了很多得以致的民族 當時普魯時要統一德國 第一步找了最弱的國家打 打丹麥 從這個地方越過漢堡邊境 去到丹麥南部 最後侵佔了 其實跟今天克里米亞所做的事情 或者是俄羅斯侵吞烏克蘭東部城鎮所做的事情一樣 而且也是要誣蔑對方 說對方搞恐怖活動 其實跟當年鎮壓車神的情況一模一樣 所以今天俄羅斯所做的事情正正是在佈東條英基和希特拉過去以前所做的工作 但是你必然會引起代價 代價是什麼呢? 現在國際不斷制裁俄羅斯 而這個制裁是遠超了過去歷史上所見到的經濟制裁 這個制裁包括了歐洲、加拿大和美國決定封鎖俄國的客機和航班 不讓他們穿越這些地方 大家知道俄國向東就是加拿大 白領海峽過了就是加拿大和美國 而向西就是北約的很多國家 現在也封鎖領空 所以俄國的領空如果要突圍的話 要不就軍事突圍 要不就要經中國 經中國當然是非常不方便 經中國或者經印度 所以從此之後可以預計到俄羅斯會進入一場大孤立政策之下的生存 而大孤立政策之下 就必然會走回朝鮮模式 但是它和朝鮮模式最大的分別是哪裡? 朝鮮從來向世界孤立 伊朗被孤立了很多年 而俄羅斯一直是開放的 俄羅斯可以用到Facebook、Twitter、Google 它和中國不同 中國就反過來孤立世界 但是在今次國際大制裁的情況下 俄羅斯人要從一個開放的社會 轉入一個封閉的社會 他們必然有很大的所謂落差 這個落差就叫做Rational Expectation Effect Rational Expectation Effect 會導致俄羅斯人民無論在經濟還是在生活上 將會陷入一個前所未有的封閉 而這個封閉 所以它只會有兩個後果 第一 就是會有反抗 推導整個普京政府 第二 就是反抗失敗 普京政府會加劇恐怖的管治 獨裁的管治 你現在看看 俄股的指數 因為國際制裁和戰爭爆發 現在已經跌到大概和2014年侵吞克里米亞時期 是累近的 如果隨著戰爭的擴大 俄股指數再跌到蘇聯解體之後 也不是完全不會發生的事情 因為今次的制裁力度大到不得了 尤其是暫停了Swift 不僅僅暫停了Swift Apple Pay和Google Pay 因為過去俄國人搭地鐵都習慣了 好像英國一樣 都是用Apple Pay和Google Pay支付 現在暫停了 結果在俄國的地鐵上極之不方便 加上MasterCard也暫停了 俄國人以後要出國旅行 要帶現金 但問題現在現金 由於Swift的宗旨 盧布大幅貶值 盧布大幅貶值 加上瑞士也放棄了中立 制裁普京和俄國的重要人物 在瑞士的資產 導致俄國的外匯極之短缺 外匯短缺 接下來很多債務 用美元結算 將會陷入大量債務違約 台積電也加入了制裁行列 不向俄國輸出晶片 我認為最大的制裁就是迪士尼 迪士尼制裁不在俄羅斯上映電影 甚至乎Disney Plus可能也會加入制裁 Netflix會不會加入制裁呢? 這也是拭目以待 所以種種的娛樂文化 生活經濟 將會與整個世界脫鉤 當然他們可以用百度 他們可以用支付寶微信 但問題是當勞報不斷貶值 他有沒有能力繼續購買中國的產品呢? 所以在未來的日子 俄國人民的經濟將會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局 而他必然會加強跟中國經濟上的依賴 經濟上的依賴基本上需要靠中國經濟上的支持 所以 中國過去養活了朝鮮 現在看看中國有沒有能力要養活這麼大的國家 俄羅斯 否則的話 俄羅斯如果經濟不能夠繼續支撐下去 人民的困苦生活只會加劇 加劇的時期反抗會越來越大 所以歷史上 俄國人民都有反抗威權政府的傳統 普京在歷史背景下 他不可能要放棄烏克蘭 他只會對烏克蘭更大規模的轟炸 更大規模的侵略 而這個大規模的侵略 在惡性循環下 引來國際更大規模的制裁 所以這個制裁將會抗日持久 而俄國人將會陷入長期經濟低潮 當然 中國人很多人說要捐錢 抖音很多人說要捐1,000元人民幣 也支持俄國人 要繼續加強侵略烏克蘭 這些影片不斷被轉載 去翻譯成英文 翻譯成俄文 翻譯成烏克蘭語 必然引發起世界上不同的人 對於中國和俄國的人民價值觀 將會進一步產生極大的矛盾 當然中國人也說瑞士放棄中立 所以要抵制瑞士 決定不再買瑞士品牌 不再買奴力士八爵 不再買江斯丹頓 不再買帕德菲列 但問題是前提你要曾經有買的 所以不再買是沒用的 你曾經有買 在這個時候應該將帕德菲列這些標拿出來 當眾銷毀 又或者將它寄去俄羅斯 由俄國人親自銷毀 這樣才能夠以振國威 否則的話 是空談打嘴炮 這是於事無補的 今天講到這裡 隨著戰爭的擴大 就是人命的傷亡 無辜的聖命的犧牲 將會繼續不斷呈現在我們眼前 願烏克蘭人能夠捍衛國土 願俄軍能夠放下他們的槍械 狡鞋投降 世界才能夠換來太平 天有烏克蘭 講到這裡